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平凡中经历不可能奇迹 2007年 荣获英国超级星光大道 冠军的歌手保罗帕兹 是一个身材矮胖 长相极其平凡的手机销售员 因为外形 加上说话有些结巴的缘故 使得他从小就常常被欺负 各种挫折倒霉的事 总是离不开他 但是保罗帕兹心中 仍有一个梦想 就是唱歌 因此他一路逐梦 到意大利拜师学歌剧 却没有想到 因病欠下巨额债务 使得保罗帕兹 对自己极度没有自信心 也对人生失去了盼望 而即便如此不顺遂 他仍然没有放弃 自己喜欢的歌剧 希望有一天 能够成就自己的梦想 尽管他身旁的人都嘲笑 他这辈子也别想有机会站上舞台 但是保罗帕兹仍然坚持不放弃 而当保罗帕兹终于有机会站上星光大道比赛的舞台时 他只能穿着廉价的旧西装 但对他而言 把歌唱好是他唯一能努力做的事 没想到 就在他开口眼长的那一刻 竟然让全欧洲的人起力欢呼 让成千上万的人在一幕前感动流泪 保罗帕兹在接受专榜的时候说 原来只要你愿意努力 愿意前进 上帝就会给你应有的回答 因为保罗帕兹为了这个短短不到五分钟的演出时间 他已经准备了八年 为了这个机会 他不断地努力前进 最终 这个无名小卒赢得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冠军 还得到在英国女皇前高歌的殊荣 并且在随后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魅力席卷全欧洲》 亲爱的朋友 只要朝着梦想不放弃 继续努力 上帝就会给你应有的回答 故事中的保罗帕兹 靠着前进梦想的力量 即使出身平板 受人嘲笑 他仍持续不懈地努力 最终 他成功地站在梦想的舞台上 让全世界都看见这个不可能的奇迹 圣经上也有一段故事记载 当时耶稣将进耶利哥城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伴 以当时社会的情况 这样的人 他的人生似乎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盼望 甚至在旁人的眼中 他根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但是虾子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在等待着 或许有一天就会有神迹发生了 而果真 那一天遇见了行神迹的耶稣 当他呼求耶稣的意志时 耶稣便使他的眼睛得以看见了 亲爱的朋友 神迹总是临到不放弃希望机会的人 而希望机会就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 今天或许你也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你面对的困难问题 找不到任何解决的方式 你在等待着一个神迹 今天邀请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 上帝总会回应主动积极寻求他的人 上帝要来鼓励你 不管任何情况 永远不要放弃 只要你愿意努力 愿意前进 上帝必会给你开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 你的人生将会因着遇见上帝 经历超乎想象的奇迹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士林凌凉堂祝福您平安喜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